下边我们看了第七个知识点 资产的税有处理 资产税有处理要求大家熟悉 首先第一个熟悉固定产折旧的范围 注意哪些不能具体折旧在时间扣除 注意最短折旧年限的规定 固定产改扩建支出的税有处理 第二个熟悉生产性生物资产的范围和折旧年限 临目类的是十年 出来的是最短的是三年的规定 第三个熟悉不得计算摊销费用扣除的无生产范围 无生产的摊销年限 这是第三 第四熟悉长期待摊费用的税有处理 注意长期待摊费用的范围和摊销期限 那么第五个熟悉投资企业撤回 减少投资的税务处理 这是资产的税务处理中 需要大家注意的内容 我们来看这样的题目 第一道题是2021年的单选题 这道题目是企业盘盈的固定资产 计税基础是什么 盘盈的固定资产 它的计税基础应该是同类固定资产的 重置完全价值 那就说你买的资产需要花多少钱 咱们把它做计税基础 所以我们选担币 考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的规定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题目 第二道题是一道单选题 根据企业所得税务的规定 以下关于资产税务处理的表述 说法正确的是 哪个是正确的 问正确的是什么 A生产性生物资产 计题折旧的旗帜时间与固定资产相同 那么是否正确 正确都是4月开始计题折旧 停止使用的4月停止折旧 所以选项A正确 这样B 企业使用或销售存货的成本计算方法 可以选用后进先出法 这是错的 无论是在跨计中还是在税法中 都可以是用先进先出 那么可以用加钱平均等等方法 但不能用后进先出法 选项B不符合什么要求 选项C 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 可以既提折旧 那么这是错的 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 不能既提折旧 再需钱扣除 选项B 通过支付现金以外的方式取得投资产 以该资产投资 双方协议价格为成本 那这是错误的 应该是以资产的公允价值 和支付的相关税费 作为计税基础 所以选项D错误 那么这四个选项中 只有选项A正确 我们选答案A 这是考资产的事物处理 下边第三道题 是一道单选题 企业发生的下列支出中 可在发生当期直接在税前扣除的事 哪个直接扣除 选项A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 这属于长期代谈费用 应该按照固定资产的预计上可使用年限 分期谈销 不能直接在当期扣 选项B 租入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 租入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 应该做长期代谈 在剩余租资产内分期谈销 选项C固定资产的日常修理支出 应该在当期允许扣除 选项B 以足额提取折旧的公文产的改建支出 这应该做长期代谈费用 应该按照资产的上可使用年限分期谈销 所以直接在当期扣的是选项C 固定资产的日常修理支出 我们应该捐答案C 那么选项ABD属于长期代谈费用的范围 这是第三个题目 第四个题目 单选题 下列属于判断企业所得税 大修理支出标准的是 那么对于大修理支出 它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第一个修理支出要达到 取得固定资产时 计税基础的百分之几十以上 百分之五十以上 而不是百分之二十以上 这一个第二个 那么修理后的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 延长两年以上 而不是一年以上 没有说用于什么新的或不同的用途 应该是延长使用年限两年以上 所以这四个备选选项中 只有选项B符合题目的要求 注意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 要同时满足的两项条件 第一个条件 修理支出达到取得固定资产的 计税基础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第二个修理后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 延长两年以上 这是考核大修理支出的标准 这是第四个题目 第五题是一道多选题 下列关于固定资产折旧所得税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由 哪个是正确的 A企业固定资产跨级折旧年限 如果短于税法规定的呢 最低折旧年限 7按跨级折旧年限计算的折旧 高于按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 具体的折旧部分 应调增当期的应该是所得额 那么这个调增对不对 对 选项A正确 第二B 企业固定资产会计折旧年限 如果长于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 其折旧一律应按会计折旧年限呢 计算扣除 那这个说法过于绝对了 应该是除另有规定外 咱们应该按照会计折旧年限计算扣除 那税法另有规定的 你比如说税法中有加速折旧等规定 咱们按照呢 税法规定来 所以选项B错误 这样C 企业按会计规定提取的呢 固定资产简直准备 不能再税前扣除 那么简直准备 不能再税前扣除 正确 选项B 企业按税法规定实行加速折旧的 其按加速折旧方法计算的呢 这个折旧 可以全额再续前扣除 那这是呢 正确的 因此这四个被选项中选项中选项A C D 正确 选项B呢 是错误的 这是考税快的 差异的呢 处理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呢 第五个题目 第六个题目 是一道呢 多选题 下列项目不能计算折旧或摊销费用 在税前扣除的油 A 以足额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 那么可不可以做长期待摊 在税前摊销 可以 那么他问的是哪个不得 不得的 我们用插号表示 选项B 单独估价 作为固定财入账的土地 这是不能具体折旧 在税前扣除的 选项C 未使用的机设备 除房屋建立物以外 未投入使用的固定财 不得呢 计算折旧 那么在税前扣除 选项C 不能呢 计算折旧 摊销在税前扣除 选项D 以融资租赁方式 租出的固定财 以融资租赁方式 租出的固定财 应该是乘租方 计提折旧 那么出租方 不能提折旧 所以呢 这是不得计提折旧 在税前扣除 因此 不得计算折旧 或摊销费用 在税前扣除的 是选项B C D 这是呢 咱们的第六题目 这是考核资产的 税务处理 我们呢 给大家介绍 咱们六道题 下边我们看呢 第八个知识点 资产损失的 所得税处理 资产损失 它在税前扣除的时候 是净损失 也就是资产损失 减责任赔偿 和保险赔款之后的余额 做资产损失 在税前扣除 这是呢 第一个 第二个 熟悉坏账损失 股权投资损失 税前扣除的条件 注意资产损失 目前在税头管理中 不再报送资产损失的 相关资料 相关资料 由企业留存被查 这是呢 它的一个整体 需要大家注意的 我们来看 下面的题目 这些道单选题 假企业为服装生产企业 是增值税的一般纳审 2022年的3月 库存商品因管理不善 发生非常损失 管理不善发生非常损失 这属于增值税的非常损失 应该呢 做这个进项税额转除 账面成本15万 为生产该批产品所耗的原材料成本 是10万 上月已抵过的进项 那么这个材料成本10万 应该乘于13% 做进项税额转除 转出的进项税额是1.3万 该批产品的同类售价20万 损失发生后 保险公司赔偿是5万 责任赔偿是0.5万 企业所的税钱 可以扣的资产损失是多少万元 首先资产损失是真实发生的 那么与同类售价又没关系 与同类售价没有关系 应该是呢 咱们的账面成本15万 加上进项税额转出1.3万 减责任赔偿0.5万 减保险赔款5万 剩下的余额属于净损失 那么净损失的金额 是咱们的呢 这个10.8万 所以税钱可以扣除的资产损失 应该是呢 选答案D 10.8万元 这是呢 资产损失的 税钱扣除问题 这是我们的呢 第八个指示点 资产损失 第九个指示点 是企业重组的 所得税处理 在企业重组的 所得税处理中 首先第一个 大家要注意 企业重组的 界定 那么企业重组 是企业呢 它在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以外 它的呢 这个像法律形式的改变呢 像咱们的呢 这个资产收购 像咱们的呢 这种股权收购 像合并 分立 债务重组 再属于呢 且重组 在且重组 采取一般性税务处理时 它的关键点 要注意 是 轰云 加值 这是呢 第二个 第三 特殊性税务处理 它的条件 是五个条件 这五条件 总结为一句话 一个合理商业目的 两个 这个比例 两个12个月 注意呢 它的具体内容 考试中 这是重点内容 那第四个 特殊性税务处理 它分成两部分支付 一部分支付 是股权支付 一部分支付 是非股权支付 股权支付 是原计则基础 它特殊 非股权支付 体现供允加值 非股权支付 对应的呢 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 是等于 按供允加值 计算的 资产转让所得 或损失的总额 乘与 非股权支付比例 而非股权支付比例 是按照 资产的 公允加值 来计算的 非股权支付比例 这是呢 第四一个 第五 掌握 企与企业合并分立过程中 亏损的处理 它的亏损 应该是一般性税务处理 不能截转弥补 特殊性税务处理 可以截转弥补 注意呢 企业合并过程中 可由合并企业 弥补的 被合并企业的亏损 等于 被合并企业 净资产供允加值 乘于呢 截至 合并又发生当年年末 国家发行的 最长期限的 国债利率 这是呢 第五一个 第六熟悉股权资产 划转的税务处理 这是呢 咱们六复文内容 我们来看呢 下面的题目 第一道题 多选题 下列属于企业所的税中 企业重组 一般性税务处理的用 乃是一般性税务处理 A 以非货民资产 清偿债务 应当分解为 转让相关非货民资产 按非货民资产供允价值 清偿债务两项业务 确认相关资产的所得损失 那这是呢 正确的 这是一般性税务处理 体现公允价值 这是选项A 属于一般性税务处理 B 分立企业应按公允价值 确认 接受资产的技术基础 这也属于什么 一般性税务处理 体现公允价值 这项C 企业分立相关企业的亏损 不能相互截转弥补 一般性税务处理 亏损不能截转弥补 特殊性税务处理 亏损可以截转弥补 所以这是一般性税务处理 选项D 被合并且的亏损 可以在合并且截转弥补 那这是特殊性税务处理 而不是一般性税务处理 因此这道题 我们选什么 选答案 A B C 注意一般性税务处理 体现公允价值 四个字 第一个 第二个 亏损不能截转弥补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题目 下边我们看第二题 这些道多选题 甲企业持有全资子公司 乙公司一亿股的股权 为了将来乙公司有更好的发展 甲公司将80%的股权 让丙公司收购 那说明这次收购 涉及到了8000万股 这个乙公司的股权 使之成为丙公司的子公司 甲钉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其他条件 甲公司持有每股资产的计税基础 是5元 每股资产的供允价值是6元 说明一股赚了1块钱 如果按照一般性税务处理的话 咱们赚了8000万 下边在收购对价中 丙公司以股权形式支付了4.32亿 那么以银行存款支付了4800万 咱们来看一看 它的供允价值是8000万股 成余6块钱一股 一共是4.8个亿 而它实际上是支付了4.32亿的股权 那么支付了4800万的货币资金 咱们一共是4.8个亿 这是供允价值是相同的 那下边这个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A该项股权收购符合特殊性 支付出的条件 符合不符合 你可以从那五个条件中来进行分析 这是呢一个 它这里边已经告诉你了 假设符合其他条件 那么就你所给的条件 咱们进行分析 看看符不符合 主要是两个比例问题 一个 去想B该项股权收购免于征收所得税 那是否都免于征收所得税 大家呢就要注意 即使它是这个特殊性质处理 它有非股权支付部分 非股权支付 那么免不免于征收所得税 不免于 它应该按公允价值计算所得损失 那么要呢交纳所得税的 因此选项B肯定呢 是错的 选项C非股权支付额对应的呢 资产转手得是800万 是不是800万 咱们一会儿要计算一下 那么选项B该项股权收购 转让方应纳所得税是200万 如果上面800万是对的 那后边200万就肯定是对的 对不对 那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两个肯定都得对 如果不对 只剩一个呢 正确答案了 咱们就不符合多选题的要求 那这是呢 咱们投机取巧的判断方法 对吧 那好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对于呢 这个特殊性税务处理中 它有呢 这个一个合理商业目的 有两个12个月 在题目中没有涉及到 它只剩下另外两个比例 咱们呢要算一下 首先第一个 收让企业收购的股权 占转让企业全部股权的比例 是80% 那么高于50% 符不符合比例要求 符合第一个 第二个 股权支付金额 占交易支付总额的比例 是4.3亿的股权支付 占整个呢 交易支付4.8亿的比例 是90%大于85% 符合呢 比例要求 那么其他条件 也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 所以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呢 这个条件 下边如果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 是股权支付部分的所得 对那所得 暂不征收呢 所得税 而对于非股权支付的所得 要交税 非股权支付 它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8000万股 每股赚一块钱 这是呢 整个它的所得 而非股权支付所占比例是10% 因此 它的所得额是多少 所得额是800万 它的所得税是800万乘以25% 应该交200万的所得税 因此这道题 我们呢 选项A正确 那么选项C和D 都是呢 正确的 这是判断 这个特殊性税务处理的条件 以及呢 计算 在特殊性税务处理下 咱们的呢 非股权支付部分 对于呢 所得的计算 和所得税的计算 这是呢 咱们的第二个题目 第三个题目 是A企业持有B企业 95%的股权 共计3000万股 2021年10月 将它全部转给C企业 那这里边也就说 我转了95%的这个股权 就是转了B企业95%股权 大不大于50% 大于 这一个 收购日 A企业持有的B企业股权 每股资产的公允价值 是12 每股资产的技术基础 是10块 咱们呢 相当于 是这个一股赚2块 那么3000万股的话 是多少呢 是赚了呢 这个6000万 这是如果整个算 整个呢 这个转让 是按公允价值算 是赚了6000万 下边在收购对价中 C企业以股权形式 支付了3.24亿元 那么以银行总管 支付了3600万 说明 它的呢 股权支付所占比例 是3.24 那么除以3.24 加3600万 是90% 它的非股权支付 占的比例是10% 假定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其他条件 A企业转让股权应交的所得税 是多少 那么应该交的所得税 是你整个的转让所得 一共是这个3000万乘以2 是6000万 乘以非股权支付的比例 是10% 那么是600万 600万再乘以25% 它应该交的所得税 是150万 我们应该呢 选答案D 也就是说咱们刚才所说的 那么收购企业取得 被收购企业的股权比例 95% 股权支付比例是90% 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 那么你的非股权支付部分 对应的呢 这个所得 这就是3000万股乘以 公允价值和技术基础差额 是2块 那么乘以非股权支付的呢 比例10% 你的所得是600万 600万乘以25%的所得税 计算出来 应交所得税 150万 选答案D 这是呢 咱们的这个 特殊性税务处理 它的判断 以及的 它的应纳税款的计算 这是第九个呢 指点 第十个指点 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 历来是咱们考试的重点内容 大家呢 要提起高度重视 注意 农林 牧与月项目的所得中 分清免征和减半征收 减半征收的 是咱们的花卉 茶 饮料作物 香料作物的种植 咱们是呢 减半征收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注意 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 经营所得 它是呢 从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 三免三减半 三年免税 三年减半征收 第三 从事服务条件的环保节能节水呢 项目所得 有三免三减半的呢 优惠 也是呢 从取得第一笔呢 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 三免三减半 掌握技术转让所得的优惠 是呢 这个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 技术转让所得500万以内的部分 是免所得税 超500万的 按25%减半征收 而不是按15%减半征收 那第四一个 掌握高新基础设计的条件及优惠税率 注意呢 这个在 呃 你的资格呢 复审的期间 咱们先按15%预交 到年底 仍没有那个通过复审的话 咱们就要补交呢 税款 这是呢 第五个 第六 掌握技术先进行服务企业的条件 及税收优惠 那么注意它的优惠税率 15%的问题 掌握呢 小型物理企业的条件 从事非限制禁止行业 335的条件 以及呢 注意它的税收优惠 那这个小型物理企业考试中 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第八 掌握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一般企业加计扣除75% 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100% 参与中工资 加计扣除呢 100% 那注意呢 研发费用扣除中 呃 委托研发是按80% 记住研发费用 委托既外研发 80%记住研发费用 不超过境内服务条件 那么 三分之二的呢 部分允许加计扣除 否则不允许 这是呢 第八一个 第九 掌握加速折制的优惠 考试中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第十 是掌握减低收入的优惠 是减低收入呢 是资源综合利用 那么 减按90% 记住收入 那么也就是减低10% 注意呢 购职环保 节奏节水 安全生产专用设备 并实际使用的 设备投资的10% 抵免的是应纳税额 这是呢 第十个内容 注意呢 非居民且的呢 税收优惠 什么情况下 免所得税的问题 第二 十二个问题 熟悉海南自贸港的 税收优惠 那么熟悉呢 特殊行业的优惠 注意 其中的呢 第三方 污染防治企业的优惠 注意呢 这个集成电路呢 生产企业 设计企业的优惠 这是呢 税收优惠的内容 我们来看呢 这样的题目 第一道题 下列关于企业所得税 税收优惠的表述中 错误的是 哪个是错误的 A 排水养殖 内陆养殖 免 企业所得税 那这是呢 错的 排水养殖 内陆养殖 减半征所得税 那么花卉 茶 其他饮料作用 香料作用的种植 咱们是减半征所得税 注意呢 它是减半征的 而不是免的 表达 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物企业 减按15%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税 这是呢 正确的 这样C 设在西部地区 国家鼓励类产业企业 在2030年的12月31号之前 减按15%的税率 征所得税 正确 表达 其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 在享受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的政策时 税前扣除的折旧部分 也可以享受加计扣除 那就是说 你只要税收中允许呢 扣的这种呢 研发费用 我都可以让你加计扣除 这是呢 正确的 所以 这四个选项中 只有呢 选项A错误 我们选答案A 这是呢 咱们的第一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 是一道单选题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 下列项目中 享受税收抵免政策的事 那注意哪个是税收抵免 A 企业综合利用资源 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 取得所得 这是什么 这是收入减按百分 就是呢 收入减按百分之九十 基础收入总额 减计百分之十的收入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税基式优惠 而税收抵免 那么是税额式优惠 所以选项A 不符合题目要求 B 创业投资企业 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 创业投资的呢 投资额 它应该是呢 投资额的百分之七十 在符合条件的时候 那么底的是应纳税所得额 也属于税基式优惠 而不是税额式优惠 所以不符合题目要求 这样C 且购置用于环保的专用设备的投资额 专用设备投资额的百分之十 可以抵免应纳税额 这是税额式的呢 抵免符合题目要求 这样C 安置残疾人员 及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 所支付的工资 那么这属于税基式优惠 是加计百分之百扣除 那么这属于这个税基式优惠 而不是税额抵免的优惠 因此这道题中 属于抵免的 只有选项C 我们选答案C 这是我们的呢 第二个题目 第三题 这些道多选题 对在海南自贸港设立的哪类企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 取得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应该呢是三类企业 那三类 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我们应该选答案 A B D 这是考海南自贸港的呢 税收优惠 第四题 是一道呢 单选题 某高新技术企业取得呢 技术转让收入是900万 其中成本100万 那应交纳呢 企业所得税是多少万元 那么比如说 他给了条件是该企业享受了技术转让所得的税收优惠 这是一个高新技术企业 那我问大家应该按多少交 应该按百分之 超过500万的 按25%减半征收 而不是按15%减半征收 那这时候 这个900万是技术转让收入 减成本100万 那技术转让所得 技术转让所得是800万 800万中有500万免所得税 剩下300万 是按照25%的税率减半征收 所以应该是300万乘50% 再乘以25% 应该呢 是按照交纳的37.5万来计算 所以我们应该选答案A 一定要注意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 居民企业转让技术所有权 取得所得不超500万的部分 免且随 超500万的部分 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减半征收的税 是按照25%的税率减半 而不是按15%的税率减半 即使是高新技术企业 也不能适用15%的税率减半征收 这是咱们呢 第四题强的内容 下边我们看呢 第五个题目 这道题目是 某企业2020年的亏损是80万 2021年的纳税调整后所得360万 咱们可不可以用2021年所得 弥补2020年的亏损 弥补 那么允许弥补 那就是360万减80万 弥补亏损后 他的呢 所得这就是变成了280万 从业人数266人 资产总额3560万 那这个企业符合335的条件 也就是说 从业人数没有超过300人 他的呢 这个应纳的所得额 没有超过呢 这个300万 他的资产总额 没有超过5000万 则该企业在2021年 应纳的所得税怎么办 应该是用280万 乘于10% 减去咱们的7.5万的 这个相当于速算扣除数 那么计算出 应纳的所得税 20.5万 这是呢 让你判断小型威力企业 在判断小型威力企业时 第一个 以弥补亏损后的 应纳的所得额 作为判断标准 第一 第二 小型威力企业 100万以下的所得 减按2.5% 交所得税 100万到300万之间的 减按10% 交所得税 所以你在计算时 可以呢 用这280万 全都乘于10% 然后减去7.5万的 相当于速算扣除数的金额 计算出 应纳所得税 20.5万 你也可以按100万 乘于2.5% 计算 加上超过100万的 这180万 乘于10%来计算 得到的结果 也是20.5万 这两种方法 哪种方法都可以 算出来的结果 都是20.5万 我们呢 选答案A 这是呢 第五个题目 第六个题目 是考呢 污染防治的 第三方企业的问题 这些道 多选题 2019年1月1日 到2023年的 12月31号期间 对符合条件的 同事污染防治的 第三方企业 减按15%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三方防治企业 应同时符合哪些条件 A 具有一年以上 连续从事 环境污染治理设施 运营实践 且能够保证 设施正常运营 这是呢 它的条件 B 只有至少五名 从事本领域工作 且具有环保相关专业 中级及以上 技术职称的呢 技术人员 或至少两名 从事本领域工作 且具有呢 环保相关专业 高级及以上 技术职称的呢 这个技术人员 这是呢 五名中级 或两名以上的高级 这是呢 符合题目要求的 这项C 是从事环保设施 运营服务的呢 年度营业收入 占总收入的比例 不低于70% 那这是错的 应该是 不低于多少 60% 这项D 具有良好的纳税信用 近三年内 纳税信用等级 为A级或B级 那么他只能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是 近三年内呢 他的纳税信用等级 未被评为 C级或D级 没有直接说是 A级或B级 所以呢 这个选项D 不符合题目要求 那所以 实际上这道题 我们选什么 选答案A B 按照呢 税法的明确规定来 我们通过这道题 快速的复习下 第三方防治污染的企业 应当同时复的条件 那么快速来看一下 第一 在中国境内呢 依法注册登记的呢 居民企业 不含港澳淘地区 一个 第二个 具有一年以上 连续从事 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实践 且能够保证 设施正常运营 这是呢 第二个 第三 具有至少五名 从事本领域工作 且具有呢 环保相关专业 终极以上的 技术职称的技术人员 或至少两名从事本领域工作 且具有呢 环保相关专业 高级及以上呢 技术支撑的技术人员 真的人员的要求 第四个 从事环保设施运营服务的 年度营业收入 占总收入的比例 是大于等于60% 那么第五个 具备检验能力 拥有自有实验室 仪器配置 可满足呢 运营服务范围内 常规污染物指标的 检测需求 那这是呢 第五个 第六 保证其应用的呢 环保设施正常运营 使污染物排放指标呢 能够连续稳定的呢 达到国家或地方的 排放标准 这是呢 达到国标的标准 或地方标准 那么第七个 具有良好的纳稷信用 近三年内 纳稷信用等级 未被评定为C级或D级 那这是呢 咱们的这个 纳稷信等级的要求 这是七个方面条件 大家呢 要熟悉 这是我们所介绍呢 税收优惠 这个指点中的 污染防治企业的问题 下边第七个题目 推到呢 单选题 自2020年的1月1号开始 对于国家鼓励的 集成线路线宽 小于28纳米 小等寒28纳米 且经营期 在15年以上的 集成电路生产解货项目 和想要的所得税优惠 那么28纳米 小于等于28纳米 这是技术等级要求比较高的 而且经营期15年以上的 咱们应该是什么 10免 那么10年免税 我们应该呢 直接选答案A 那这里边 其他答案 我们就不用看了 是考集成电路 生产起的呢 税收优惠 这是呢 我们所介绍的 第十个指点 税收优惠的内容 是 并且继续 教绍的对策刺目 不是 我们所介绍的 词者 说 就会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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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